哈喽大家好,我的名字叫Iva 我叫Elvis 我是盈盈 我叫Ken 我是Limia 我上这个小组已经大概有七年之久 我是从约翠雅小组来的 我在小组里面其实我发觉 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教会时候 很多时候我发觉我真的有什么办法 可以接触到很多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发觉 我有时间来到跟他们谈谈 可以更加了解他们 我们的小组呢 会以四个部分去进行这个小组的开始 跟去进行的 我们会以敬拜祷告赞美来开始 然后会有信息分享 还有Ice Breaking 就是讲我们的破饼 还有我们在会员之间呢 我们也会有这个去分享 去带导彼此所有的一些事情 去带导彼此所有的一些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聚会呢 是帮到大家 就算没有顺居都没有所谓 我们都可以一个很好的倾讨的机会 这个就是小组比较好好的地方 我在这个小组学到的东西 就是有很多关于到神的话语 还有关于到 身为一个教会 还有身为一个基督家庭里面 大家都是手足嘛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互相扶持 所以我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呢 就看得到神的爱 还有神如何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 度过的每一个他们的难关 因为我们在小组的时候 我们除了一起上课 一起去学神的话语之外 我们也有互相去分享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遇到的一些难题 遇到一些试探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有互相鼓励 有互相用神的话语去领导 小组呢 是可以有一个与朋友 约朋友的方式呢 能够让新的朋友 或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或者是以公司同事的分分呢 邀请一个新的朋友来到 参加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聚会 小组里面对大家的期待 都是一样是全神的福音 这个挑战当然就是我们 如何去学习成长 在一个过程中 我就可以看得到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怎样夺出基督的模式 而不是只是只有知识 但是我们的行动上 却没有基督的模式 所以我就从这个小组这边 就有学到 其实我们传福音呢 不单单只是要嘴巴 跟人家讲 基督有多么的好 基督有多么的 是多么的伟大 还有基督是怎么 爱我们神 爱世人 我们不能只是单单的讲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都是要活出基督的模式 才可以感动到其他人 传福音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要将神的国度去敞开 让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们 能够去认识到 听到福音 而相信神的 我对小组的期待呢 就是能够让小组能够继续的成长 能够让小组能够继续的带一些的信朋友过来 来参加这个的小组 能够让小组里面 能够带更深的认识彼此 而且去带导他们 所信中所用力的事情 万年小组跟神 万年小组跟神 跟人 跟人 人人都要传福音 人人都要传福音 人人都可以来传福音 人人都去传福音 人人的传福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